因为人生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 你只有温暖纯粮了 你才可以有资格谈论 爱与自由 你一定要坚定地相信 一切都会幸福下去 人身上所有的所属 不应该成为商品 这是这个时代 基本的道德的准则和底线 简单点 辩论的方式简单点 好不好我们简单一点 这题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三十年之后人生建议发过来 只有两种可能 他说的是准的 或者他说的不准 对吧 他说的是准的就不用看 因为是准的 你就注定无法改变 你可以理解吧 他那一切的命运 都已经注定了写就了 告诉我 哪怕知道结局 我也注定无法改变 这只会让我剩下的三天 活着很痛苦 因为我看着那个结局 就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他是准的 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 他发来的不准 不准就不要看 因为他不准 你看他干嘛 不准意味着一切会变化 当然对方刚才也说了 那如果往好了变化呢 什么彩票买房 什么海啸规避 其实一切的建议 真实的好处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带来更多的利好 第二件事 规避更多的灾难 不好意思 物理学已经证明了 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了 我们聊聊在20世纪 影响人类 最伟大的三个理论 它们分别是相对论 量子力学和混沌原理 简单一点 对 跟他说要讲简单一点 我们就讲那个最简单的 混沌原理 混沌原理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蝴蝶效应 简单了吧 都懂了 没错 有一只蝴蝶在巴西山洞翅吧 但据说它可以引起 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 然后大家对它比较 简单和表层的认知 就是指一个初期的微小的扰动 会导致一个巨大的结果 因果因果放大放大 没那么简单哦 蝴蝶效应的创始人 叫洛伦兹 他是一个气象专家 他终身就致力于 想预报天气 因为牛顿当时说了 在物理意义上 从一开始 知道初始条件 又知道中间的规律 按部就班 后面的每一刻都能算出来 洛伦兹就想 对啊 如果都能算出来 我就应该能算出 未来的天气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系统 用来预测天气 大概算了两三个月之后 那一天他回到办公室 他想验算一下 电脑算得正不正确 因为算得很长 他就从中间找了一个时刻 把那个数字 重新输入了进去 然后让电脑 把后面一部分再算一遍 他就下楼喝了一杯咖啡 一个小时 这某种意义上 我很认真地讲 我毫不夸张地讲 这应该是改变 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时 验算吧 电脑 初始的条件 数值都没变 公式也没变 重新算一变 画出的天气的曲线 应该是一模一样 他喝了一顿咖啡 上楼 电脑用这一个小时时间 算出来了 接下来天气变动的轨迹 他吓傻了 截然不同的两条曲线 第一条曲线 第二条曲线 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细节都对不上 然后他认真地核对 所有的细节 初始的输入数字的时候 电脑第一次算的时候 自动地精确到了 小数点后六位 但是他算的时候 输入的时候 他四舍五入了 一个小小的扰动 截然不同 做物理学家 他觉得很难理解 因为一个初始的扰动 即使那个曲线不一样 也是一个较为相似的曲线 会比较正常 因为那么小小的一点 初始状态的改变 可是从第一天 曲线是这样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所有后面的变化 就迥异了 蝴蝶效应并不是在说 一个初始的扰动 会导致一个巨大的改变 蝴蝶效应真正要说的 最核心的一个词是 Unpredictable 不可预测性 扰动所带来的 不可预测性 它震惊的地方在于 我知道大家一定心里想 那你下次输六个数字 在里面就好了吗 如果下次 你把第七个数字输进去 又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任何一个往后的延展 都是一个指数级的扩增 然后导致 然后截然不同的曲线 它那一瞬间就崩溃了 一个天气预报 学家就崩溃了 因为那是一个无限小数 无论你精确到哪一位 你只要往后再输入一位 曲线又不一样 那你还预测什么 长期的预报 在那一瞬间被数学和物理学 证明了注定失败的结论 我为什么不看 就是因为这个年份 三十年我不看 如果是三天之后的 我给我发来的 我会看一眼 也许它会写加油吧 那没什么 一条信息嘛 三十年 任何一个细小的扰动 都会带来发散性的改变 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曲线 而你知道最可怕的是 当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这个扰动就来了 就是这个扰动 因为三十年前的那个我 在他的内生当中 没有收到过这条信息 而我收到了 这就是第一个 煽动翅膀的蝴蝶 没有用的 你们刚才带来了 那么多具象的优势的 规避好处 谁都无法预测 人类关于控制这件事情的 那种迷狂 从我们这个物种 与生俱来就有 我就是想知道 三十年后有什么 哪怕就是一句信息 哪怕就是一句普通的信息 加油吧 我看一眼又怎么了 那份好奇就根据于 我们对未来的确定性 under control 没有人能够拒绝那种诱惑 我未来三十年的人生 我看一眼 总多了一点under control 那就算那个信息不准 我就看一眼又怎么了呢 不好意思 它是一个信息 它就有了第二个 与生俱来的 信息学理论当中 在你心中的基本原则 叫锚定效应 在你看向未来的时候 一个信息 像一根毛一样 扎在你的心里 而你对未来漫长的三十年 都离不开这根毛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好理解 你现在走入一个赌场 你要压大或者压小 突然有一个人在旁边跟你说了一句 我从未来来 我告诉你 压大 你不知道师哥是不是准的 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你知道这个信息就毛在你心里了 然后你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你进去 你会压大 诶 中了 你会跟自己说 哎呦 他说的真的是准的 那我把他拉过来再问一下 你会压小 输了 你会跟自己说 哎 刚才那个建议我真的不该错过 但是还有另外两种情况 你压大也输了 你会跟自己怎么说呢 你说 我就说刚才那个人是个骗子吧 这次输了就怪他 不怪我 无论哪一种情况 你跟这个信息已经高度绑定在一起了 人是无法从这个信息当中把理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人永远忘不掉自己 想努力忘掉的事情 这个锚定的锚从一开始 从你打开那封信的那一开始 这个信息无论它写的是什么 它就扎在你的心田里 你忘不掉它 你会在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一个细节当中 与它比对 产生一些非常迷狂的 不知道为什么的遗憾 或者悲伤 或者难过 或者欣喜 或者觉得它对 或者觉得它错 后面会带来无数的 都是由最初那个唯一的 似是而非的效应所带来的 这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是即便你知道它来了 你也不要看 因为这个扰动已经出现了 可是把你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中 那最后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打这场题目 然后来聊我们 为什么要去消除这些控制的影响 或者控制这件事情 到底会对我们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我说实话 60年代的时候 在做天气预报的时候 我们认为空气当中 每一点微小的数字 如果我们都掌握并且有公式 我们就能预测 并且控制未来的走向 这种念头 在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 今天我们有同样的声音 告诉我们 如果人世间的每一个细节 和每一点大数据 我们都能够知晓 支撑网络 能够预测和控制的话 这种欲望和这种对控制的迷狂 在我们当下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特别觉得2021年的年头 来讨论这样的题目 对我来说有非常多思考和反思的过程 不确定性越是弥散的环境下 我们对确定性往往像一根稻草一样 觉得还是看一下吧 30年之后的一条信息 万一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呢 万一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注意呢 但是真的要确实很遗憾地告诉各位 确定性是个迷茫的狂想 我们要做好拥抱真正的彻底的 不确定性的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 我们建议那封信 不要来看一看的原因 就是要跟自己做一个 彻底的决断的隔离告诉我们 未来恰恰真实是没办法确定 而我们唯一能够相信和仰仗的是 现在是自己 是当下的每一个决定 所有来自未来的信息 哪怕真的那天能到来 它都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一次 多余的扰动 它是必然不会准确的一次影响 就像一个你进赌场之前的建议 而那个建议注定不是准确的影响 而这个注定不准的影响 信息会像毛一样扎在你的心里 影响你未来30年的走向 这些是物理学和心理学证明的结论 这也是我们对大家最好的建议 那就是回到那个自信本身 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 这一期齐八说刚刚开始 录制的时候 袁琪琪一个00后的少年 他有引用冯继才先生的一句话 很美好 他说大风可以吹起一张纸 但是吹不走一只蝴蝶 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我当时就在想 那这股风会不会是 德克萨斯州的一场旋风呢 我想给大家的建议是 我也许希望在后面再补半句 就是风吹不走一只蝴蝶 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但是蝴蝶 却可以卷起风暴 因为人生的魅力 就在于不确定 谢谢 键盘侠当中是有一小部分金字塔尖的部分 他们用理性的分析 正义的力量和虽然人为言轻 但是持续不断地推动 也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那我们也是不是要承认 在键盘侠这个大群体当中 也有很大一部分 他们在网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性 他们比较情绪化 他们比较容易操纵 他们比较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 然后发泄的言语都有 这是一个公允客观的看待 习瑞刚才有一点说的非常打动我 侠在中国立场到今天为止 我们必须给予他新的理解 我想问侠这个精神当中 有没有不管时代怎么流变 但它没有变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什么 中国语言当中最早出现侠这个字 然后下定义的人是韩非子 他写过我们书叫五度 他说的一句话叫侠以武犯进 前面还有一句叫如以文乱发 从一开始其实分得很清楚的 侠是用武力来突破禁锢和束缚的这一群人 到今天暴力武这个概念 它可能已经变了 勇这个概念是不是应当是今天 即便是今天这个社代侠的核心 我们想象一个概念 古时候有一个村庄 然后有一个恶霸 然后这个恶霸作恶多端 然后村子有很多人天天会在背后说 这个恶霸真的太坏了 哇 烦死了 我真的不行 然后不断地去传播 甚至成为一种言论 形成一种舆论的压力 没错 在这种压力之下 来了一个大侠越黑风高 哇 把这个恶霸解决了 哪个叫侠 哪个叫侠 语言的力量可以呼唤出侠的出现 但不能因此把这个村庄里 每一个在背后有默默吐槽抱怨 烦了那个恶霸的人都叫侠 一窝侠一窝侠 侠还来干嘛 你们全村都侠 嘴巴不停地说 语言不停地说 那部分人在鼓售叫长蛇 语言可以推动社会的力量 我完全承认 剑盘侠当中有一拨人 在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不是对应侠这个称号的 侠是另一拨 侠是有几个基本的特质 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 勇 侠出门要配剑 不带毛笔 侠为什么要配剑 告诉大家 这是勇的象征 这是侠的标志 侠的剑是有名号的 这个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担当 大家一看到 哇 这个君子剑来了 杨过来了 大家一看 玄铁重剑来了 独臂的杨过来了 对吧 侠拿剑 你拿剑盘 这什么感觉 侠吃火锅 你吃火锅底料 就是这种感觉 对侠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声名 有的时候比生命还重要 啥爱惜羽毛 爱惜那份江湖中的荣耀 这是他誓死捍卫的东西 键盘侠叫什么名 马甲 就他刚才说到的这些名 十名都不敢一个 你的勇在哪里 侠的核心 勇 键盘侠的核心 气 键盘不是键盘侠的工具 是键盘侠的墙壁 他要躲在那个键盘 躲在那个屏幕后面 他害怕大家看到自己 他害怕大家知道 到底是谁在说 谁在骂 这也能叫侠吗 核心特质上有冲撞 核心特质有冲撞 一个在鸣 一个在暗 一个勇 一个窃 还有最核心的一点 侠 为意 而键盘侠大多时候 为了耍 侠要干嘛 其实也很简单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实地遇到不公的时候的勇 校园暴力 公车上看到钱包被偷 我们生活当中 有那么多的小小的不公 你是马上偷出手机 在网上骂 今天又看到什么 还是马上迈出一步 制止那件事情 这就是你做一个 普通的好人 和一个普通的啥的区别 我有一个小例子 这是我遇到的 非常真实的一个例子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 我在家里 跟我的大女儿 拍了三张照片 自拍 然后发了一条微博说 六一快乐 有一个人在我的微博下面 留了一条言 因为我在 齐巴说的舞台上 没有说过脏话 但是我要完整地 复述他的表达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出现 有脏的字眼 他的原话是说 这个孩子真的丑 湖北村货的基因 没差了 一句话 短短几个字 地图炮 基因炮 该开的全开了 我就发了一条微博 那一瞬间 马上情绪就涌上了 我迅速把手机打开 点开回复 我马上就要说 你骂谁呢 我迅速想回 就是在我按 那个几个字的同时 我老婆突然把我手机 抢下来 他说 这一群键盘侠 你不要 你不要去跟他们骂 你骂了 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键盘侠 是一种非常易于传染的 情绪状态 你不要以为 它离我们那么遥远 很棒 如果你在网络上 一旦碰到一个键盘侠 你离成为它 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当时就想说 你妈 你知道吗 就是他刚才说的 那键盘侠 最常用的50个词的第一个 呼之欲出 我第一次 我突然意识到 我离它那么近 键盘侠就像一滩 不断扩大的水 它会把你不断地 拉下水的 你脚一滑就下去了 是什么让我没有滑下去 就是我不停地 跟他自己要讲 我要跟自己有道德建设 我跟他说 我不能那么回答 你可以你要骂我 但我不能那么骂你 我那么骂你 我跟你有什么区别 面对键盘侠 这么强大的感染性 我除了这种道德 直觉的自律 我还能做什么呢 你们知道对方 你们今天的观点的核心 是什么吗 是把我面前那堵墙拆了 你现在要告诉我的 这脚盘侠也是侠啊 发泄自己的情绪 没什么问题 你发泄就好 这是你的真实的表达 你大声地在网络世界 你叫出来嘛 好啊 那我就骂他 然后我就成为他 然后这个圈子 就不断地扩大 最后一堵 让我不要踏进去的墙 就被爆掉了 因为我只能告诉他 他是错的 跟你告诉我 他是对的 他是侠义之群 你怎么去说服一个父亲 今天你们怎么告诉我 这个人他侠在哪里 他就在我微博上面这么讲 他侠在哪里 你告诉我侠在哪里 你有什么一个字 能说服我吗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在想 在互联网的舆论中 自由真的非常重要 每当这个时候 我经常会想起 小宗老师说的一句话 一生温暖纯良 不舍爱与自由 对吧 我那一瞬间才意识到 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前提 一个人 你就温暖纯良了 你才可以有资格 谈论爱与自由 否则 自由多少罪恶假辱之名 太多了 这个价值 今天在网上不断地说 这是我真实的情绪 我就要把它表达出来 好啊 那些伤害 那些痛苦 那些语言的 疾风造成的所有的损伤 你们是用一个 我们也是侠 就把它清个化解掉了 我不信 我不服 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记住 一勇一切 一明一暗 在本质上有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成立 键盘侠 吴世侠 谢谢 我没想到就是 对方今天会这么理论 所以让我们完全忘掉 之前所有的 说过的和准备好的东西 好好来想一想 如今刚才讲的 以及前面三位讲的 意义惯之的核心是什么 第一个最关键的词是好奇 好奇害死猫 这个钩子今天就在这了 你要不去 你不见他一面 他老在心里挠你 你这日子也没法过 你以为见一下最适合的人 一打开 答案就写在上面吗 最适合的那个人 从来不是你心里的钩子 你心里的钩子是 跟他一起过日子 是什么样子呀 今天那个推送盘出来了 然后我去跟他约了一次会 我看了他一眼 你好 我见到了 我心头的困惑就解了吗 我就知道 你长这样谢谢 我走 我走了吗 这才是钩子 那个脸本来没有具象 是一团迷雾 也许三到五天就自然消散了 现在他具象成了一张脸 你就会开始跟他聊 你会说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什么工作呢 你性格怎么样 你很温柔 你会在想 大树菊匹配我很温柔 大树菊原来知道我喜欢温柔 他是不是真的很温柔 今天没太发现他很温柔 那要不要再见一次呢 你好奇的是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你好奇的是跟一个最适合的人一起过日子 是什么样子 你以为见一次 你以为这个纸条打开 答案就写明了吗 不 这是俄罗斯套娃纸条 马老师今天把这个纸条打开 没有结论 只有下一张更小的纸条 然后再打开 还是一张纸条 马老师你就来一直打吧 其实我客观来讲 当这个APP出现的时候 这钩子已经在了 你去或不去 它都在 不是你去了 见一面好奇心 怦怦然消散 你全都懂了 你了解了 你可以放下了 你见一面 你更放不下 你可能会想的是下一面 那如果这面有些小矛盾 那可能是我没处理好 我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再调整一下我们的相处模式 那个最适合的感觉 我是不是就可以体会到了 现在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适合 你看 就延伸到你刚才说的第二件事情了 一段幸福的爱情 你会相信它一直幸福下去吗 我也不确定它会一直幸福下去 但如果你在那段爱情当中 我希望你相信它会一直幸福下去 明白吗 因为如果连你都不信 它一定不可能延续下去 你已经身在幸福之中了 现在恋人问你 我们未来会不会一直这么幸福 你说 不会 因为你看 你不是我最适合的 你想干嘛 你真的在一段幸福的爱情之中吗 然后才是如今前面说的第一个观点 说就是一个约会 你就怕这么一个最适合的人 轻易地戳破了你一段 原本就非常坚固的爱情 不 我不是害怕爱情被戳破 我是害怕 这一次约会会带来伤害 伤害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造成伤害 我说了根本不算 约会这件事情性质到底是多么严重 爱情当中的那个人才算 他怎么理解你的这次行为和这个选择 以及他知道你这个选择之后 在他心里造成的影响 才是我关注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是那么爱和那么在意一个人 我连一次可能会造成 对他造成伤害的机会 我都不愿意拿出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大数据忘掉 假设我跟我打爱情 现在恋人关系特别好 然后有一个兄弟站出来跟我说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人真的超适合你 我们发小 我二十多年 我无比了解你 这个女孩真的超适合 我觉得你可以去跟她约个会 然后我在心里跟自己讲 对 我们现在的爱情非常的坚固 你相信我 我去见她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而且约会嘛 都是吃饭 我约了一辈子会 全是吃饭 我跟你说真的 你相信我绝对不会干别的事 我就去了 我当然可以像对方那么讲 他信不信呢 信不信呢 你说了他就信了吗 如果他不信 他心中会不会有裂痕 会不会有伤害 会不会有芥蒂 这个芥蒂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原来就很幸福的感情 如果有 当我预料到这种伤害 是极大概率发生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 对方前面两位一直说 如果我是伴侣 我是希望他去见的 这点我赞同 但今天这个题目是第一人称问 我要不要去见 我理解当中 真正非常幸福的爱情是 你的对另一半希望你去 而你坚定地跟他说 我不去 对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吧 今天的变题 不是一个第三方视角 问伴侣要不要你去 而是伴侣现在就让你去了 你去吗 我的伴侣可能会很 很体贴 我说没关系 你去一下 我很相信 我很坚定 那是他的说辞 他内心心中真实的想法呢 你真的去啊 那种失落不是你们所需要考量的部分吗 所以我们现在即便把大数据所有的都放开 就是一段幸福的爱情的本身 我们最后的分歧就在于 对方不太相信一段幸福会一直下去 而希望多见一见 而如果你真的在幸福的感情当中 我们的建议是 你一定要坚定地相信 一切都会幸福下去 所有有可能影响这种状态的事 不要去做就这么简单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先聊聊自由 再聊聊自我 对方今天刚开始 前面两趴的核心观点是自由 我不合群 我方叫要改 是往外踏一步 你方是我不改 是守一步 我们不是自由 自由是你跟那个人说 你选正方选反方都可以 那个叫自由 自由这个观点是不能拿到你那边去的 你方的论点不是 你们可以自由地选 明白吗 第二件事情 是改这个字 我不合群 我要改吗 这也是刚才举解内心非常深重的困惑 我不能丢失那个纯真的自己 勿忘初心 群可以变 我不能变 大家注意哦 我要改吗 我是主语 改是未语 这个地方没有写宾语 没有写宾语 改不一定只能改自己的 你总要做一些改变 我举个例子 陶渊明 在官场上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合群 官员当中 大家迎来送往的规矩 你不遵守 很不合群 这时候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选择一 他改变自我 你们都要折腰吧 好 那我也折 云云众生了 这是一种选择 叫改变自我 选择二 他够有勇气 他改变官场 如果这个风气不对 我改风气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我们也不能用这种 大勇大志 来要求每一个普通人 那有没有第三个选项呢 我在当中 我又不想改自己 我不想弯腰 我也不想改官场 我觉得那太难做到 我一人之力有限 那我改群呗 我退官员情 我加入一个田园诗人群 我采局东篱下 归去莱西词 可不可以 我宜然自得我改群 我换新群呢 我改环境 能不能做到 也可以 所以在一个 不合群的人当中 我们倡导的改 可不是说改变自我 像您 菊姐之前 在原来的群里 觉得有些 不太舒服 没关系 有101的群 有菊佳人的群 在这个群里 重回初心 找到自我 何乐而不为呢 这都是改的要义 而对方的观点 在陶渊明 这个例子当中是 我不改 官员来了 说请你鞠躬 我不 我不鞠躬 那 那你这个官当的 不太合选 那要不你就不当官 我不 我也不辞官归隐 那你 你是要怎样呢 对 我就要刚在这里 你今天 我硬刚 我积两笔直 你让我弯腰 我不 我就不弯 那你走 我也不走 那你改规则 我也不改 你们弯你的 千万也不要变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态度 这是刚才熊老师说的 拒绝沟通和拒绝改变的态度 你总要让自己舒服一点嘛 然后再回应一下 刚才对方全完强调的 那个自我的概念 自我这个东西 跟无我在前面发生了很大的冲撞 自我显得很高贵 很坚持 很崇高 有一种内心非常一听就很酷 对 这是对方二边的原话 我很酷 这样会很酷 这样确实有点酷 但自我是怎么来的呢 自我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自我是从你出生开始 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群 完成的形塑的过程 自我是群塑造的 我们从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当中 学习中文 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水浒传 三国演义的故事 完成了我们最初 关于伦理 关于中校礼仪的基本建构 这都是那个大群 在影响着每一个单一的个体 我们说小一点 你的性格 你的为人处事 你的感性理性的思维方式 是由你出生的原生家庭 这个小群 一点一点给你完成的塑造 你的与人沟通和交往 你的社交技能 是你的幼儿园同学 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 以及高中同学 在一次又一次 科和上次所的过程当中 完成的碰撞 最后沉淀出了那个自我 自我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群形塑的过程 现在你有了自我 然后说我不合群 我也不改 你怎么跟你之前那些 不断在改变着你主动 或被动改变着你的群交代呢 听起来稍有点忘恩负义吧 而我们稍微以一个 共宏观的时空轴 来看这件事 你就知道 此时的不改 将如何形塑未来的你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说 我们对自我的态度 我们并不是说 自我比无我低或高 我们是说 自我是流动的 自我永远在那个时空当中 你跟群的来回互动当中 构建新的自我 而改 就是一个不断的调整 你可以选择路径一 路径二和路径三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艰难的路 你也可以选择舒服一点 但是开心的路 你可以留在官员里 弯腰改变自己 但我们不推荐 因为那样很怂 但你可以加个田园诗人群 我们这样也很好 你总要找个和的群 而这种前提 你要迈出改变的那一步 我不是强迫迈出 如果你非不改 那就请不改 你说自由 你说权利 当然有权利 正如我方倡导一个人 你不应该抽烟 你也有抽烟的权利 但我方倡导你不要抽 而且我会把道理讲清楚 而你站出来说 这是你的自由 是你的权利 你没有为要抽烟 捍卫和辩护啊 最后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我看起来很和群 在来奇葩说之前 在整个主流的 广义的 或者社会化的语境当中 这个人天天西装革领 这个人看起来又很有礼貌 看起来又是个大约老 这个好像蛮和群 当然奇葩说以来 大家要意识到 我是里面最不和群的那一个 对吧 因为你看起来 这个人太和群了 我也不是一直是这样的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 那也很有趣的观点 叫人都是猴子变的 大一的时候呢 我的发型像现在的萧萧 大一的我是扎 大一的我留着一头 大一的我留着一头长发 扎着一个马尾 骑着一个250cc的摩托车 而且因为很酷炫 把排气管拆了 就你可以想象那种开起来的 然后那件皮衣就是 就是那件战甲 然后骑着在外 每天早上骑着那两摩托车上学的时候 可以诈骗整个宿舍区 然后诈骗整个老师的教学区 然后早上出来做发型 都是一只手拧 一只手喷 一只手喷 然后迎风 然后那个头发定型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是大一的我 还有一张照片是刚刚 刚刚剪完头发的那个时候的 我不接受 我 我也很不接受 那是很真实的大一大 看到没有 人都是猴子变的 你知道吗 大一大二的我 很制宁的 我坚定地认为 人的价值在于与众不同 如果一个人走在校园里 就淹没了 大家一看 你就跟大家都一样了 你根本不会被人看到 你没有任何价值 一定要 对 那个时候我还有 我还是一个摇滚乐队的 不是摇滚 是一支乐队的主唱 但是也没有撑太长时间 大学之前 就是这种三好学生 被积压得太久 然后进到大学 觉得一切都必须要与众不同 当然开始会慢慢发生改变 最初的改变是源于辩论 辩论让我找到一个小群 因为我们会加入到一支辩论队 这里有很多打过辩论人 都知道辩论队里人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 因为辩论场应该是和平年代 跟战场最像的地方 你必须需要 无条件地信任你的队友 因为我们赢就是一起赢 输就是一起输 这是群的力量 这是群的价值 我们每个人 在人生历练的过程当中 都要完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要找到存在感 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 我来过 我活过 与众不同 特别能证明存在感 但接下来我们都开始寻找归属感 因为你不想一个人存在 你总要有一些 你可以大 你可以小 你可以自由地切换和选择 但你总要有些灵魂与你共鸣 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来一趟 不是孤独的 不是孤单的 走完全程 那个就是群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辩论也好 辩论分队也好 家庭也好 都有各自的小群 让你觉得你的心很温暖 这种温暖 愿不愿意放起一些自由的放纵 那种自由的倔强 那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慢慢我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要讲的人是猴子变的 除了完成了这个个人意义上的人是猴子变的以外 人类也是如此 我们从猴子变成人 只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改变 就是我们学会了建群 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 我们有了自己的共识 我们在和群当中凝结了共识 激发出了更大的力量 你顺着这条思路继续往后推延 你会发现一切 人类需要几个人共同完成的工作的基石 就是和群这个基本的素养 和群建构了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大厦的 最基石的那个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后 也是最高的一个价值上 希望大家 我们依然给予所有人不和群的权利 正如陶渊明 如果你就像硬刚在那儿 也是可以的 但是面前真的有几条路摆子 它都写着改 无论你改变自我 改变世界 改变族群 这段说的好像王力宏的一首歌 是不是有首歌这么唱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格模 改变小气 我们可以一直一直 努力努力 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现在的这个问题 就在你们面前了 你们愿意迈出那一步吗 谢谢 这个题其实有三种解法 是三个不同维度 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而基本上在刚才的场上 基本上都出现了 第一个是看个例 就是看某个具体的个体的人 欧阳昌提到了 自己的亲人即将离去 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时间的时刻 佳杰提到了 他青春的时候的囧态 那是一个人迫切地 需要钱的时刻 这是两个个例 一个绝症病人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一支马飞 他可以轻松很多 这不是这个市场 可以自由买卖马飞的理由 个例永远偏激 个例永远是在特定时刻 特定场景 但并不是一个结构化 规范制定的理论依据 当它变成一个结构 变成一个自由买卖 自由市场形成的时候 我们充分理解那个时刻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 更宏观一点的考量 然后就到了 第二个解题的维度和范式 就是抛开个例的得失苦痛 我们看看整体结构 会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两位已经体现了 一个那么需要时间 一个人又那么需要钱 就必然会出现一个中间商 赚差价 一定会有专业人士 专门向那些迫切需要钱的人 进行时间的收购 这会集中在哪里呢 首先是青少年 人不轻狂往少年 你刚才 佳杰刚才提到的 那个17到22岁 那个阶段真的就觉得人生漫长 说实话几千块钱就卖了 第二呢 我跟你说 这个系统一旦形成 非洲还有印度孔城最大赢家 因为 人口就是这一个产品市场 唯一的供给 人 就成为了这条产品线上 唯一的生产的成本 明白吗 那我们大致可以想见 在非洲还有印度 在大量人口累积的区域 他们经济不够发达 偏偏人多 很快可能会有一些 宝宝村的出现 生一个孩子 七八十年的供给 生一个孩子 七八十年的供给 你知道一个时间市场的 形成的总供给量是有限的 就是70亿人 乘以他们大概预期的寿命 这就是那个时间数 那个小时数 这就是这个市场的供给 而那么多 我跟你讲 哪个地方会是 这些中间商 盘级的地方呢 ICU病房门口 所有的ICU病房门口 都会坐着西装笔挺的 拿着牌子 再买一点吗 你想再买一点吗 想再买一点吗 你的存折有多少 两百万是吗 好 全部 要不要给家人续点寿命 不续 不笑哦 续 掏空哦 低价买 高价卖 中间商会快速形成 垄断机制 这是刚才说的 结构化的原因 这是我们担心的部分 当然 很感谢如今 如今站起来 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说 可是自由市场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稻米进去汽车出来 自由市场改变了我们 如果我们想自由地买 有人想自由地卖 为什么有些自由要被限缩 这就是第三个解题的范式 也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我们不谈个体 我们也不谈结构 我们看看这个题 人们可不可以自由买卖生命时间 我想问再做各位一个问题 有什么东西是各位觉得 钱不能买的 感谢如今刚才的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真实的遍体探讨 就是市场的边界 然后我们再来看 时间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 这个问题就得到解释 其他说七级 我们在上面讲 说实话很累 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在这 大家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如果你们大声叫 我能听见 你们发自内心地想想 你们觉得钱不应该买到什么 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你们能不能想到什么答案 爱情 还有呢 健康 钱买不到开心快乐 钱买不到健康 说得很好 我刚才听到了非常多 很酷的答案 钱不能买什么 我们考察一下荣誉怎么样 钱能不能买到诺贝尔奖 买不到 钱能不能买到奥斯卡奖 可以 说得很好 钱如果能买到奥斯卡奖 钱就削减了奥斯卡奖 背后真实的意义 能理解吗 诺贝尔奖今天之所以叫诺贝尔奖 是因为科学共同体对他的共识宁解 而今天如果有一个富豪 真的富可敌国 他就把整个瑞典科学院都买通了 就买到了人家帮给他的一个诺贝尔奖 他买到了诺贝尔奖 也彻底地削减了诺贝尔奖 从此诺贝尔奖在地球上就消失了 别人不会再信他了 很感谢大家刚才帮我出点子探讨 其实刚才那个问题并不是我提出的 是哈佛大学的政治伦理学教授 迈克尔·桑德尔的一个经典的问题 金钱不能买什么 并且他把它写成了一本书 他详细地考察了在我们市场环境当中 哪些应该置入 哪些应该离出 然后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 也是刚才大家获得了共识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 钱无法买到超越性的精神需求 我们再来回观钱的本质 我们惊讶地发现 契合 因为钱一开始就源于物与物的交换 我有东西 你有东西换 然后出现了一般等价物 最后一般等价物变成了钞票 钱都出现 钱本质就是一切物质欲望的外部凝结 但它无法买到精神追求 刚才这里从来说有爱 对 钱买不到爱 因为如果钱买来的爱 它就不是爱 它只是爱钱 桑德尔教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它叫金钱的魔法腐蚀效力 人总有一些价值是在云端 在神坛之上的 有的东西叫奉献 有的东西叫忠诚 有的东西叫爱国 比如说一个军人 他为了国家浴血奋战 我们发他这枚军功章 是表彰他的爱国与奉献的精神 可是一个雇佣军 是钱可以买来的 可是你还会说他奉献吗 你还会说他爱国吗 不会 因为换一个人花钱 他就会掉转枪口 钱在消解那些云端上的超越性的精神价值 这就是市场的边界 钱应该用来买物 钱应该用来置换物质欲望 而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的价值 不应该纳入其中 否则云端上的神像会 一个一个地崩塌和消散 于是问题只剩下一个了 时间是什么 各位 时间 是这颗星球上 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出生在哪里 无论你出生在富豪之家 还是贫穷的小山村里 一天你就是24个小时 时间均营稳定 持续地在人类经验世界之外 缓缓地流逝 时间之神 是站在云端之上 最后的公平守护神像 他望着人间告诉你 任何人 无论你遭受怎样的不公 你心底还可以跟自己说 在时间上 我们 是拥有同等起点和尊严的个体 现在大家有点理解 为什么无法把时间 纳入到圈内来了吗 你想用钱买时间 你就击碎了这个人间 最后关于公平的信仰 那个高高的楼顶的那个富人 不是贫富悬殊 也不是资本的累积 是所有人关于公平的 最后一丝信任 会彻底地崩塌 因为没有了 世界上绝对意义上的公平 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说 时间就是变化的度量 牛顿告诉我们 那个梯是隔离在我们人类的经验世界之外的 它是独立的 它是缓缓的 它是永恒的 均匀的 持续的 万物的那个卡尺 那个那最后一把卡 我们生命的卡尺 今天如果能用钱 把那个卡尺变成橡皮泥 有钱人就往外拉 穷人就往里缩 时间我们人类社会将失去最后 度量公平的那个单位 这个危害我们绝不能尝试 除了买卖 时间 前面还有一个定语叫生命 当你减欠了你生命的二十年 你看起来把这二十年时间挪过来了 其实是把他的生命的二十年挤压掉了 还有一件东西 也是我们最后不能卖的东西 就是人 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 人身上所有的所属 不应该成为商品 这是这个时代 基本的道德的准则和底线 婴儿能卖吗 妇女能卖吗 他们的命 还不是他们接下来时间 他们就是六七十年的时间 而现在每一个普通的人 说在前面 你把他的二十年三十年拿来卖 就是把他人生的生命片段卖掉了 你把人彻底误化成了商品 我们人已经在异化的道路上 在消费社会当中 已经走到这么深的位置了吗 所以归根到底 市场不应该纳入 就是这两个原因 第一 神信的公平不应被消解 第二 人永远不要成为商品 不要剥夺他的真正和最后的罪念 谢谢 信息 知识和智慧 是三码事 信息是指 这里有一瓶水 它现在七度 是外部的一个客观的事实 这是一个信息 水在零度的时候会结冰 这是一个知识 是对外部客观规律的归纳和总结 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我在什么时候 把什么味道的水 冰成什么味道的冰棒 卖给谁 叫做智慧和能力 它是只对知识的处理 运用 由于它发生在未来 它无法被记录在侧 所以它是每个人 自我对知识使用的差别 第一件事情 首尔刚才几个点 多样性 他很担心 所有人的脑袋的知识 都一模一样了 千篇一律了 大家穿着西装都认不出来了 不是 知识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 举一个例子 世界上最顶级的肺科专家 有抽烟的 也有不抽烟的 肺科专家到一定的顶级程度 他们对肺部科学了解的知识 是相似的 但他们选择不同 有人认为 健康在我的爽之上 我不抽烟 可有人说 我为了快乐宁愿付出某一点点生命时间的代价 这是价值选择 所以你看 一样程度的知识 你也能接触到各异的人性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心中的价值排序 不会受到共享的影响而改变 第二件事情 首尔说 好多人拿知识做坏事怎么办 人性 核弹一个响指 所以我们今天高等大学里面的和博士教育 那可不能开展 那这么一教 你知道哪些学生是坏学生吗 你教这么危险的事 那硕士教育也不敢轻易教 小学教育都不敢轻易教 我们现在的教育在怎么做 小学入学的时候 先进行基本的道德检测 哎呦 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 反社会人格 好了不好意思 你无法接受教育 我们为什么要义务教育 按你刚才的逻辑 所有的知识普及和传播的过程 都有可能被坏人利用 那今天您应该发明一个芯片 一秒钟抹杀所有人的知识 哇 世界一下就安全了 我们都变成猴了 哇 第三点 我想格外讲一讲 首尔的最后一点非常精彩 我干嘛要知道那些分子 我干嘛要知道那些 我就想做一个普通的 平凡的又快乐的人 来 我给你分享一下 知识的快乐 知识 在我的理解 是我们的什么呢 眼睛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看过一部美剧 它叫《月狱》 有一个叫做Michael的主角 进到一个监狱当中 救出他的哥哥 他走进了监狱 看到了那所监狱 那一瞬间 我才发现 Michael是个建筑学家 他看到的监狱 跟我看到的监狱 根本不是同一个监狱 我作为观众 画面在我眼前掠过 我看到的是囚牢 操场 移动的犯人和狱卒 不 Michael一走进去 看到的是通风管道 下水管道 紧急通道 他看到了墙 背后所有的东西 我这时候意识到一点 建筑学家跟我们 因为知识背景 和知识框架的不同 我们看到的是 两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知识结构的差别 带来的我们眼睛 看到的世界的截然不同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 我们现在这里坐着一百位 一百位什么 我应该怎么称呼各位 在马老师的心里 可能这里坐着是一百位观众 因为马老师 二十多年的电视从业经历 是中国最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可是上一季 我们的罗振宇导师 对在座一百位用的那个词 叫用户 罗老师认为 大家在使用一款 叫做奇葩说的互联网产品 也许在小松老师心里 这里坐着是一百位听众 所以小松老师每次发言 一首诗一首歌 不要再拍马屁号 在蛋总的眼里 我不接受 说完这一段 在蛋总的眼里 也许这里坐着一百个笑话 我们坐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们真的看到的是 一样的事情吗 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位 因为背后的知识结构 和知识背景不同 他看到的是 一个又一个不同的 而五彩斑斓的平行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把各位 请到这里来坐着 就是我希望用他们的语言 来打开他们那个世界的 一扇窗户 让我们看一看 那个世界当中的风景 而今天知识共享 能够不是推开窗户 是让我们把每一个世界的门打开 我们会走到一个又一个的 平行五彩斑斓的世界当中去 在同一个地球看到的是 无数个平行世界 你们就不想进去看一看吗 首尔 美不美呢 不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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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